在桃園歸山后街上 有都名为曹家洋楼的三层楼老宅 2016年有群在地青年 透过网路的力量 号召社区民众一同参与修复计划 并将其改造成地方的文化基地 我们从2016年开始 是从社区营造这样子的方式 来做老屋活化 就去拜访前辈去请教他们说 他们是怎么样开始去做老屋修复 然后怎么切入家族 反正我们也没钱没人嘛对不对 那当然就是用网路最方便 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有成立一个 朝家洋文化基地的文化专业 我们就直接沿用这样子的文化专业 去号召说我们需要什么样子的资源 也因网路的缘故 吸引了距离外地县市的陈阳伟 一同加入修复计划 老房子本来就会缴人来住 所谓老房子会缴人来 就是他有什么需求 他自然就会召唤他 需要可以来协助他 那我可能就是刚好 他需要装潢维修 整理的时候 然后就进来参加了 所以我就被老房子的资源 譬如连我们后面搭一个舞台 这次伙伴支持 然后我们就买材料 就花了好几万 这好几万可能是我们 协会可能有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四十的 整年的经费 反正对我支持算很困难 对陈南伟而言 曹家洋楼不仅只是一栋建筑 更上升着龟山的历史 这间房子只要拿到迪化街 它可能只是普通的东西而已 假如我们把范围一直晃起来 龟山说大不大 说小也不行 它只有这一间 那相对起来它就变得很重要 我们可以拿一个形体来形容 讲这一段龟山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间房子用作者来聊 我觉得所以这个场域的保留 对我也是很重要 曹家洋楼历经了六年的修缮与规划 经回归山这些的努力 重现了洋楼过去的风华 更透过各式活动 吸引社区民众参与 也让我们看见不同于官办修复古迹的做法 而是透过民众互相参与 一同修复这栋属于地方的故事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规划